在外他是风光无限坐拥千万教徒的一教之主 可是一到夜晚他便化身恶魔 专挑妙龄少女下手 每次在伤害完女孩之后 他都会拿着锤子将女孩活活打死 只为获得他那所谓的快感 简直是惨无人道 但是这样一个罪该万死的人 却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这天东博假扮教徒触碰他 在他的记忆中读取到他犯罪的过程 第二天东博就收到了国会审判的传令 国会议员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要亲自审问东博为何要污蔑教主 对于这样的遭遇 一向谨慎的刑警老同事也看不下去 他让东博主动地上辞呈 这样就不用去参加国会的审查 还可以找一个欣赏他的名企 去做那些拿着几十亿年薪的工作 老同事的话虽然不无道理 但东博还是不忍心让那些女孩就这样网死 于是几人在吐槽完之后 又聚在一起对案件进行了分析 东博通过回忆教主的记忆时 发现教主每次在犯罪后都会销毁证据 但是他总感觉现场肯定还有留下蛛丝马迹 于是东博和总警司又来到了现场 他们在女孩被关押的房间里 发现了一个下水管道 通过伸缩监视器 他们在管道中发现了一个塑胶手套 可是由于管道太深 他们根本拿不出来 就在女总警准备叫监察队来清理时 地面上却发出了大型机器开过来的声音 他们急忙走出来一看 发现是施工队开着贯装车 他们准备将这个地道田上混泥土封死 为首的正是检察院派来的人 他们拿着土地主去世前立下的遗嘱 以这个地面不揭示存在风险为由 要将这个地道填满 东博本想动手阻止 但是却因对方人多势众 被狠狠地压制在了地上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混泥土被灌入地道 地道里那个装有橡胶手套的管道 也慢慢被封死 当东博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出现在病床上 而今天要迎接他的时来自国会的审判 然而在审判现场 东博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的过失 反而当着全国记者的面说出了事情 尽管遭受着现场 众多人的阻止 但是东博还是说出了真相 一起工作的两个搭档都觉得他这下完蛋了 现场的审判员们纷纷朝他扔纸张 还将他压起来阻止他继续发言 然而就在东博揭穿教主真面目的当晚 教主就离奇地死在了祷告的现场 虽然有多名教徒目睹了一切 但是当警方询问时 他们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无奈之下总警司只能再次请东博来帮忙 可是东博在扫描现场教徒的记忆时 发现他们都只看到了教主躺在血泊中的画面 但是他们的记忆里并没有出现凶手 昨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东博实在是想不明白 因为东博说他没有看到教徒脑子里关于凶手的记忆 所以总警司突然怀疑东博在撒谎 他想起东博几天前对教主说过的话 总警司表示若是这些人失去了那段记忆 那就表明是有人删除了他们脑中的记忆片段 而唯一可能有这种能力的人只有东博 东博被他说的也是无言以对 因为目前来说在韩国只有他有超能力 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 他准备自己去调查真相 当东博和搭档在教主的办公室查找线索时 一个路过的搬运工告诉他们 他说几个月前墙上这幅画原本不是这样的 他之前在帮画进来的时候女人手上拿的是刀 但是现在女人手上拿的却是一把锤子 这句话当场就点醒了东博 随后几人就寻着线索找到了寄出这幅画的地方 可是当他们走进这栋楼时 却看到了更加离谱的一幕 他们看见画桌上趴着一个去世的女人 女人的尸体已经被风干 四肢还被铁链捆绑着 地上有一瓶白草枯的空瓶子 根据多年破案的经验 他们推断出女人应该是因为被捆着没有水喝 他实在是口渴的没办法 才主动喝下了施暴者递给他的白草枯 就在东博和老刑警在推测女人去世的原因时 另一名搭档已经查出了女人的身份 这个女人小时候在失去父母后就患有严重的自闭症 当时政府专门聘请了一个教授成立支援系统 帮助那些失去父母的人 而女人也在帮助的对象当中 于是东博等人便来到了教授所在的养老院 此时的教授早已年迈而且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 对于东博的提问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他实行记忆扫描 在教授的记忆中东博除了看到女人小时候的样子外 还看到了他正在画的一幅画 而这幅画居然和女人房间中的一样 当东博来到停车场他看到车门的钥匙孔时 他联想到女孩画中这个特殊的弧形 应该就是女孩透过钥匙孔目睹他父亲被杀害的画面 随后东博就来到了总警司这里 他让总警司调出被害女人家附近的监控室 东博意外看见在他们发现尸体之前的几个小时 电视台记者的车就提前来过这里 女人去世那么多天连他们都不知道 电视台又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呢 东博感觉这件事可能与电视台有关 于是两人第二天就来到了电视台询问情况 可是当时去现场的记者遮遮掩掩不肯说实话 在总警司的威胁下 他们终于交代说消息是上面传下来的 然而当他们来到电视台社长的办公室 询问他是在哪里拿到的消息时 社长却以线人的消息需要保密为由 始终不开口 两人最后也是无功而返 好在东博的搭档在查阅20年前几个未结的案件时发现 当时第一时间报道案件的人 都是现在这个电视台的社长 既然在社长这里碰了笔 他们决定找20年前的那个摄影师询问真相 可是摄影师也对之前的事情只字不提 并且他也拒绝接受东博的记忆扫描 总警司只好拿出搜查令对摄影师的家中进行搜查 果然在摄影师的家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计台 计台上堆满了白骨 看得直叫人心里发寒 他们都以为这是被害者的骨头 于是总警司当即就下令将他抓了起来 可是在医学鉴定出来后发现这些骨头都是动物的 他们又不得不将摄影师放了出来 然而摄影师出来时他却诡异地对东博说 今晚会有一个人要死 还说这个人是因为东博才死的 因为他将是被东博读取过记忆的人 他让东博一定要阻止悲剧的发生 果不其然 当案警局就收到有一个人被害的消息 而这个人正是几天前被东博读取过记忆的人